40多岁的逍遥曾给刘德华讲过一个笑话 而刘德华的回答虽然是开玩笑 但却令人意味深长 现如今的娱乐圈 明星的新老交替就犹如家常便饭一般 但唯独刘德华一红就是40年 或许这就是明星和天王的差距吧 面对粉丝时 他经常会为了保护粉丝却不顾自身的安全 曾还在两米多高的台上说跳就跳 只为让粉丝不受到伤害 面对朋友时 不管是资源还是金钱 他更是从不吝啬 到今天我还是讲了一句话 我穷一辈子找人拍林家东 希望他是男一号 花了十年 我马上就破产了老板 你能不能帮我渡过这个难关 然后他二话不说 开了一张支票给我 帮我渡过了这个难关 这个老板 你们都认识 他叫刘德华 面对晚辈时 他不仅会对其照顾有家 更是常常提醒 然后在我已经就很腿很累的时候 这时候一个手臂出现 拽着我走到了那个大板上 我一回头一看 我问 老头话 面对恩人时 他更是始终都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我是永远在他身边 只要他需要我 开口过去 不得不说 成龙能够成为天王巨星 是因为他把功夫袭击做到了极致 而周仙驰能够成为天王巨星 更是因为他把无厘头袭击做到了极致 而反观尤德华 或许他是唯一一个把人品做到极致的天王巨星 是因为他把人品做到极致的天王巨星